安妮冒险团,出发! 炸飞我自己 不过还好实战中基本都是顺法 首先我们先简解班尼特这个命之作 想玩好班尼特这个英雄 起码有个一命的命之作就可以起飞了 那么还没有一命 甚至没有班尼特的同学们 就不要错过本期的心灰兑换了 零命之作是要队友 回复生命值到70%以上 才能获得攻击力加成 有了一命之作开启大刀 直接可以获得攻击力加成 班尼特的攻击力加成主要来源于 自己的基础攻击力 就是咱们俗称的白字攻击力 白字攻击力的获得条件 只能从武器以及角色等级提升中获取 所以我的班尼特武器就直接拉满了 那么班尼特的武器选择 首选带有充能的双手剑 五星天空之刃 四星祭礼剑和西风剑 关于等级 基本上拉到60级以上就够了 我没有拉到更高 是因为我还要培养公子 条件好的可以拉到80级 班尼特核心技能 大招加攻击力 加回血 想要玩好它 大招放心拉满就可以了 升到六级的大招攻击力 加成接近80% 圣一屋方面我们首选少女套装 那么圣一屋的主属性 尽量全部都选生命值 因为基本上几个四星奶妈 都是生命值越高 回血越多 然后圣一屋的副属性 也需要生命值和充能 其实班尼特的圣一屋 不用刻意去刷 剪一套主持什么不要的 看不上的装备就可以了 班尼特的及格线 大概生命值两万以上 充能一百七 打到后面深渊十二层 就可以随便乱打了 还有一点就是 班尼特的羽毛不用强化 它不配 下来我们简单测试一下 班尼特的回血量 以及攻击力增加的量 空血的狄卢克 攻击力二千六百七十三 回血大家直观感受一下就好了 加成后攻击力三千一百七十八 相信屏幕前的你 心算零点三秒 就知道加了多少攻击力了 然后我现在班尼特的数据 是充能一百八 生命值两万五 基础攻击力五百 大招升了五级 暂时不准备提升它了 已经非常够用了 然后带大家看一下 班尼特在深渊第十二层的表现 为了大家更直观的感受 我就带了两个角色上场 很快就到了视频的尾声了 如果你们还想看 其他角色的攻略等等 大家可以私信或者评论 我都会看 好了视频最后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三连一波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各位同球们